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人完了 我告诉你 这种人 这个人要是不忏悔的话下去 我告诉你 谢谢师父 师父 那我还想请问一下 那他们要是如果后期的时候自己知道自己错了 然后及时忏悔的话 那么他们得需要念多少礼佛呀 念多少礼佛 念多少礼佛都有一个结在那里了 逃不掉的 因为他这个因种下去了 就算以后就是念多少礼佛 现在已经有了呀 你比方说现在过去跟着师父学的 现在忏悔了 一大圈转下来说还是心灵法门最好 好 那么就算你回来了 你说 你我们用人间来讲 你说说看 师父还会像过去这么对他好吗 我可能 我可能 但是我下面下面的我们红八祖的人都不能会不会让他接近师父了 你听得懂了吗 对呀 就这么简单了 听得懂 所以他 而且一定会有结 我告诉你 只要他照了这个阴了就结 只不过结 因为经过他的忏悔会比较轻一点受报 和重报和轻报的问题了 明白了吗 嗯